朋友们好 我是走遍全球桂墙方 现在是2022年的5月25日 我终于登上了这个 希腊科基拉岛 科福岛的新宝的最高的顶峰 我们在这里呢 看到呢 这是叫做科福岛 这个科福岛的面积是580平方公里 是埃奥尼亚群岛中 第二大岛岛屿 格科福呢 还想与大陆相望 他也叫科基拉岛 此岛是埃奥尼亚大学的所在地 英国女皇伊利莎安贝尔士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就在此岛出身 科基拉岛曾先后被罗马帝国 拜占庭帝国 热纳亚人和威尼斯人所管辖 其中威尼斯共和国曾经统治岛屿 由1401年至1797年 科基拉辞职至威尼斯的门户 奥斯马土耳其多次侵略该岛 大师呢 比如说1537 157 1573 1716年 土耳其海军和陆军呢 就曾经围困这个岛屿 他军已失败 当时科基拉被视为西方文明 抵抗奥图马帝国的堡垒 1864年 因罚我三国和希腊 签订伦东条约 正式将克拉基岛 就是科夫岛在内的 埃尔尼尔群岛的主权 归华格希腊 谢金的克拉基岛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圣地 科夫岛寺啊 就是这个 克拉基岛寺的老城区 就是我镜头的这一段呢 因国际文化纪念物和历史长所委员会 推荐而被指定为世界文化的遗茶 这个我的前面呢 正到见面的地方是老城堡 他最令人敬向深刻的 就是进城老城堡 喝到我背后这个是新城堡 还有呢 这个科夫岛的数量可观的教堂 最雄伟的一座就是 H.T.S.Borden大教堂 看到没有 那个就是高高入宠的那个教堂 他也就是这座岛屿的守护城 他的遗骨的安藏在此教堂里 有一座高宠入民的钟如 那人们不由想起 威尼斯风格的希腊圣乔治堂 美尼亚中蕊主日复活节 4月11日和11月 第一个周日会举行四次 寻会游在此之间 三顶十八顶的遗孤会在街道行展 这次城市所有的交响乐团呢 喝酒演出场面的极为上官 好了 我们到这里就是这个老 这个新的城堡 新的城堡 刚才我们看的那边是老的城堡 这是新城堡 让大家了解一下 朋友们 朋友们 我总是不遗余力的 给大家推荐城市的美景 推荐城市的风光 推荐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让大家足不出户 和我一起走遍全球 分享世界的旅游 我今天的这一个介绍的就到此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订阅 转发和叠炸 这是我做节目的 做视频的最大的动力 谢谢朋友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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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